我们先把目光放在场上的 为当事人身上 如果我们现在的注意力 是在场上的两张红色的圆凳子上 我们看到的一定是两个人 而如果我们大家把目光 放在场上的红沙发上 我们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三个人 其实我觉得这两份协议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当我们把目光放在第一份协议上 当时说的就是五年轮嘛 对不对 然后呢该怎么样大家签字的那个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分 我个人是比较相信 刚刚姑姑所说的那个 他说当时的时候 最先大家的意愿是 先这么做着 五年之后咱们再看情况怎么样 因此呢这个的理解 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 过了五年之后 我们可能是三哥你继续经营 也有可能是四哥你来接手经营 还有可能是哪个姑姑来经营 都难讲 到时候咱们大家再来商量这个事情 这是当时最先的初衷 那么到了另一份协议 就是三哥拿出来的这个协议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那一句话有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就是做到我弃租为止 那这一句话呢 其实是比较倾向于三哥全家的利益的 而这句话的利益呢 极有可能是对其他的兄弟姐妹 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因此呢当我们再去揪这个协议 哪一份对哪一份不对的时候 我觉得哪一份协议都对 但哪份协议也都不对 因为每一份协议都是在单独地 维护一方的利益 而没有真正地去把整个大家庭 挤兄弟姐妹和所有房产受益人的利益 捆绑在一起去联系 所以在我个人看来 那两份协议其实恰恰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是兄弟姐妹大家一起来轮 我们来做买了五年之后 看看情况怎么样 到时候大家再来商量 看下一步的计划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确确实实 三哥在这么多年以来 可能个人真的付出很多 而且呢 也许这个麻将馆的经营啊什么的 和您自己个人的人脉关系啊 包括您的经营手段 都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当这个时候 非要三哥把个人的利益 全部给推出来 完全转给四哥去经营 那三哥和三哥全家心里 都会觉得不舒服的 两份协议代表的是 各个阶段不同的状况 因此现在是新情况下新问题 之前这么多年以来 兄弟姐妹之间 特别的友好 特别的和平 结果到了现在 这个钱的问题 借着这个协议一发 导致彼此之间的矛盾升级 究竟是协议惹得过吗 是经营权惹得过吗 还是我们自己内心 发生了更多的变化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过去所有的经营权的问题 到今天为止咱们不谈 然后呢 等到从现在开始 新的状况之下 新的经营权出现了 咱们接下来要谈的 不是过去的时候怎么样 而是接下来我们经营权 到底应该怎么去经营 我们接下来这一家人的日子 到底该怎么过下去 这个远远比我们 各拿出一份协议来 各知己见 要有意义得多了 两位观察员的发言 直指经营权之争背后 人心的变化 五年一轮的约定存在与否 直接关系到兄弟俩各自的利益 然而当年的事情 存在争议 无从定论 唯有立足当下重新商议 观察员沈山 随后将一个 大家最为关注 也是极其敏感的问题 抛向了吴家老三 每一个月 现在的麻将馆的经营 你落下来的那部分的利润 究竟有几何呢 你能够给得出来吗 面对观察员 这一直接了当的体问 吴家老三会如何回应 在明天的节目中 这场经营权之争 似乎变成了一场 人性的考量 究竟谁有私心 在亲情与利益面前 谁又惊得起人性的考验 当他们相互指责 互不退让的时候 是否想到过 真的要以这样的方式 来告慰 给他们留下 这笔遗产的父母吗 为了能够平息 兄弟间的利益争夺 家中一位得高望重的长辈 也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在一旁密切关注 并参与调解 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经营权争夺 最终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 请继续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